上回说到李列军 陈其美 百文卫等人纷纷出走海外 咱们这次分别说一下他的具体的情况 先说江西 段志贵 李纯夺回湖口以后 乘胜追击 直逼南昌 此时李列军收集拜军 退守吴城 吴城距南昌省城180里 李列军到了这以后 派党人魏斯浩 曾经等 去省城勒索民财作为军饷 省城的商人百姓恨得不得了 都骂欧阳武勾引乱党 扰乱南昌 又因为北京已经下达命令 撤销欧阳武护军使 由段志贵 李纯严刑拿办 欧阳武无处安身 正要逃走 又接到李列军战败的消息 索性收拾细软 一溜烟的跑了 李列军节节败退 一直退到南昌城外 下令城外居民立即迁移 想要兼避青野 死守南昌 南昌的商人百姓更加惊慌 都说 如果李军入城 抗拒官军 势必全城糜烂 玉石俱焚 不得已 请商会派代表劝说李军 愿筹集三十万大洋交给他们 请他们不要入城 李列军当即答应 收了银员 遗失万家谱 做开战的准备 李纯率领水陆各军追来 李列军下令迎击 无奈屡次战败之后 士气全无 李列军支持不住 一路向南逃去 部下也是逃的逃 降的降 全都被收拾了 李纯于是收军进城 初步告安民 同时通电北京及各省 说 本月十八日 我军水陆进攻南昌 于聂家窑 罗口 高桥 于匪击列战斗 其水道一股 击沉匪船七只 避匪四百余人 俘获二十余人 陆路一股 避匪六七百人 招降四营 令夺获小火轮三只 步枪五千余只 山炮六尊 我军两路共阵亡官兵数名 受伤一百余名 于四日晚完全占领南昌 我军入城 各界几表欢迎 现在一面安抚伤民 一面分队追击溃匪 比早全干肃庆 一安大局而为秦戏 特文 李纯寇 南昌竟然克服 安庆又报肃清 原来百文卫率同胡万泰入聚安庆 在城外遍布兵队 严防尼斯冲的部队 随即得知 尼斯冲已攻克授州 又拿下正阳官 直逼省城 此时胡万泰忽然起了二心 脱离百文卫 并宣誓百文卫五大罪状 致函商会议会 要把百文卫赶走 商会和议会便攻推代表数人 去劝百文卫退让 百文卫指的答应 出城去了吴湖 胡万泰马上取消独立 并欺负九江 拜见段志贵 段志贵委派他收复大通 吴湖等处 另派旅长报贵清去守住安庆 同时电告尼斯冲 这时政府下达命令 将安徽民政长兼代理都督孙多森免职 任命尼斯冲为安徽都督 兼任民政长 催他入省城就职 尼斯冲致电胡万泰说是很快就到 并先派统领马连甲率所部各营来省城 一切军事计划可与该统领协商办理 胡万泰于是回到省城等待马连甲 并派旅长顾卓塘带兵三营进脚大通 吴湖等处 在与报贵清商议 令他统帅三营前往接应 顾卓塘来到大通击败乱兵 转攻吴湖 百文卫又从吴湖去了南京 只留下龚振鹏一支队伍助手 顾卓塘报贵清等先后到达吴湖 双方对峙 这时候马连甲已到安庆 调旅长柴宝山助攻吴湖 龚振鹏自知不敌 率领部下撤走 吴湖也取消了独立 尼四冲来到省城 改任胡万泰为参谋长 把他的师长一职撤销 不过替他请命中央 给了他一个二等文虎勋章 作为安抚 从此安徽恢复了平静 福建都督孙道仁得知江西安徽 相继失败 马上改变立场 归罪于许崇志 把他赶走 然后取消独立 当时袁总统已派员查办 得到福建取消独立的消息 便据实报告袁总统 袁总统下令说 前据报福建独立 当即赤元确切查明 自据复称 都督孙道仁肃名大义 倾向中央 为师长许崇志 纠合乱党 冒孙道仁之名 旺称独立等情 查南京乱党 冒成德权之名 安徽乱党 冒孙多森之名 均通称宣告独立 其实成德权 孙多森并未语文 福建省也是如此 似此兼徒切茂 炫祸观听 扰害治安 实属罪不容诛 卓孙道仁都治所部 殉平乱世 重选赏格 将许崇志 及其私党 严拿惩办 以身法纪 仍责成该都督 维持地方秩序 勿烧疏乎 此令 孙道仁接到命令以后 解散了 讨原同盟会 福建也平静了 但福建和广东 是皮帘省份 福建省取消独立 广东自然也受影响 第二师师长苏顺初 赶走了陈炯明 宣布取消独立 全城燃炮祝贺 商会推举苏顺初为临时都督 苏正要上任 但是军警不服 另行推荐第一师师长张我权为都督 苏顺初随即辞职 这时候北京原政府任命龙继光为广东都督 兼民政长 龙继光便督军东下直奔广州 途中又接到原总统命令 说苏张两师长各征权力 擅自督越 着赤阁军官军职 教龙继光认真查办 以警校友 当下传令至省城 苏顺初张我初分别潜逃 广州军民等开城欢迎龙继光 广东也平定了 只剩下湖南军界 推蒋义武为总司令 扬言要北伐 计划先攻取荆州湘阳 开出一条路 于是调动里州长德一带军队 进攻荆州下属的十守公安两个县 黎原红即令荆州镇守使丁怀率兵抵御 乡军连战接败 仍旧退回湖南 荆州镇守使丁怀因为职守所在 也没有穷追 湖南依然独立 这时候又发现武昌城内的湖南旅馆 又暗设机关密谋启示 被密探报告黎都督 抓了好几十人 也杀了不少 其中有很多是湖南派来的密党 黎原红因为湖南湖北挨着 湖南多事迟早会殃及湖北 于是写信给湖南都督谭言凯 劝他撤销独立 谭言凯的回信极为原华 说独立并非本意 不过为军界所胁迫 暂戒此名保护治安 湖北湖南唇齿相依 绝不自相残伤 现已竭力防乱 净土报命等等 到了江西失败 北军调头来打湖南 蒋义武自知闯了祸 协同死党唐芒等人 微服潜逃 连长江巡月使谭仁凤也跑了 湖南又告平定 于是长江上下游 除熊克武占据重庆之外 只剩下南京的一块小地方 还被何海明站住 何海明委任唐晨为省长 刘杰为警察厅长 唐刘常跟别人说 做一课算一课 也管不到什么成败呢 何海明也这么想 趁着北军上位合围 乐得统帅孤军 当几天总司令 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 况且金陵虎聚龙盘 素称显故 就算是北军威武 一时也不能夺去 所以何海明泰然自若 并不畏缩 上回我们说过 冯国章 张勋带兵来打南京 他们先派师长张文生 徐宝珍等陆续进攻 熬战数日未能得手 反而被狮子山上的大炮 打死了好几百人 徐使长的部下 如团长赵振东 连长黄德胜 王健德等人先后阵亡 连徐使长也受了轻伤 张勋文报大怒 亲率全队渡江 并调上海的兵舰赴南京会攻 当下水路夹击 将紫金山占住 紫金山是南京的屏障 如今被张军占领 城中便恐慌起来 何海明本来是办报纸的 只能笔战 不能兵战 便推举张瑶清为都督 捅兵恶手 张勋派兵直扑天保城 把守军驱散 完全占领 乘胜再攻雨花台 并由张勋开出条件 劝何海明等投降 刚好这时候 百文卫跑到南京来了 暗派军队出城 抄张勋军队的后路 袭击天保城 打伤了不少张勋的兵 又把天保城夺回去了 这下可把张便帅给惹火了 再催冯军渡江驻战 此时 徐宝珍的伤已经养好 也再上前线 用巨炮轰击天保城 徐宝珍亲自渡战 又把天保城夺回 冯国章的前哨部队 也来到了巨宝门外 准备进攻雨花台 张勋徐宝珍两军 分别进逼太平门朝阳门 明军轮番出战 都被击退 城外尸骸累累 来不及掩埋 加上天气炎热 臭气熏天 就跟人间地狱一样 张瑶青触目惊心 情愿辞职 将都督的印信交给百文卫 百文卫呢 因为兵力单薄 又缺少军饷 不肯接受 经何海明从一旁蜿蜒的劝说 勉强答应了 但城中的守兵 伤一个就少一个 城外的北军 却连日增援 昼夜围攻 紫禁山及天宝城的炮弹 纷纷向城内打 如疾风暴雨一般 猛不可当 城内兵民伤亡惨重 何海明抖擞精神 整日里寻查 不敢有一点懈怠 可是军饷没有着落 只好每天向商会索要 此时大兵压境 商旅不通 哪还有什么钱给他们呢 但是商会被逼得没有办法 只好今天凑一千 明天凑几百送过去 但这根本就不够用 百文未见此情形 知道朝不保夕了 登城四望 强敌如临 又担心又害怕 下城以后 跟何海明说 北军大队已到 四面合围 炮火又猛 城中没有军饷 士兵不听命令 这是必败的情形 看来此城是万不可守了 何海明却说 海明愿誓死守此城 城存与存 城王与王 话音没落 他身边的张瑶青也插言说 万一此城被陷 张勋入城 尚可与他相战 并有炸弹队 可治敌命 想来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百文未漠然不打 只摇了摇头 第二天夜里 带领随从军队 悄悄出南门溜了 林行时留了一封信 给何海明说 金灵困守 终非九计 帝已出南门去了 君好自为之 何海明见了信 知他去意已奸 不再挽回 改推韩辉为都督 发誓死守 这时候各路人马都到了南京 四面包围分头进攻 雷军攻聚宝门 冯军攻水西门 汉西门 张军攻太平门 徐军攻一凤门 还有下官停泊的兵剑 也从两面助攻 枪声满地 炮火遮天 满城的士绅商骨 吓得魂不附体 只得推举代表 劝何海明 让出南京 何海明及第八师士兵 索要银扬十万元 以八万座军饷 两万座路费 可怜士绅商骨 已经既穷历劫 一时凑不出十万银元 再用全城百姓名义 致输含辉何海明 说 如果筹款解散军队 自当陆续筹措 如补助军饷 也应择地出城备战 不能避城不出 使城内数十万生命 同归于尽 逐日搜刮 人道何在 天理何存 何海明看了信 提笔批道 打一天要想一天 打一年要想一年 要活同活 要死同死 命为共和死 不为专制活 这事传出去 大伙又气又笑 顿时全程罢市 店门外面大多写着 本店歇业 人死裁决八个字 士兵们索性 捡家境殷实的父父 破门而入 抢劫一空 士绅商骨疾的没办法 只好再求商会代表 与何海明商谈 愿筹集十万银元 请他们退出南京 何海明也同意 只要交了钱 无论是否退出南京 绝不骚扰居民 然后商会陆续筹款 陆续交给何海明 果然前可通审 抢劫的事再没有发生 到了8月29日 北军加紧攻城 张迅又开出受服条件 招降何海明 何海明仍然置之不理 张瑶青借口去招兵 混出城外 韩辉也躲起来了 何海明见实在撑不下去了 就催令商会 缴旗款项 以便撤走 商会已经缴过七万 还缺三万 一时间实在拿不出来 肯请宽限几天 何海明便将所有部队 移扎到城南 只等钱到手 就出城撤离 挨到9月1日 款项尚未缴旗 北军已经攻进城 南京城墙被大炮轰开树杖 张雷二军首先拥入 分头占领富贵山 狮子山 北极阁 以及朝阳门 太平门 何海明率军来夺 怎奈军武斗志 一触即溃 何海明逃出南门 后来也航海出洋 做外国侨民去了 张雷二军就在城上 变差红旗 也顾不得追击 竟然借着搜脚的名义 哀门逐户随意闯入 箭有香龙等物 用刀劈开 不论是银元纸臂 金银首饰 箭了就拿了往怀里塞 有好衣服也打包抢走 如果有人反抗 不是一刀就是一枪 更可恨的是 肆意侮辱妇女 南京人员本盼着北军入城 没想到北军比何海明的兵还要坏 尤其是张寻部下的辫子兵 更是无所不为 大户人家的眷属 都逃到洋人教堂里寻求保护 这辫子兵对同胞凶狠 却怕外国人 到了教堂外面 只敢探头向里看看 却不敢踏入一步 张雷两军劫掠三日 方有飞机入城 申明军律 严禁骚扰 是谁下的这道命令呢 咱们下回再讲 咱们下回来